各位早上好 我本以为歌唱团会再唱一首 所以坐在下面 但今天呢 他们没有再唱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 从约翰福音八章一节开始读一下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 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 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 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塞人 带着一个行音时被拿的妇人来 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这妇人是正行音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 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读到十一节 我们过现象生活的话 没有没有罪的人 那罪的话 但是也是有不同的种类的 所以有些人呢就会想 我不会犯那种罪 我不会犯这种罪 有这样的心理 那主呢通过圣经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看这行淫石被拿的妇人 按照当时的律法呢 他应该是用 应该是被石头打死 他肯定是想偷偷地去行淫 但是呢被抓住了 有人呢就喊说 这个女人她犯了奸淫 所以呢就被这些人呢就抓到 抓到了外面 如果按照平时的话 就是第一次发现他行淫的人 会拿起石头打他 然后其他人呢都会用石头打他 然后一般呢就这样的会打死这个女人 然后这石头呢也就堆在这个女人的尸体上面了 一般情况下 行淫石被拿的女人就会落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他呢原本以为不会被抓住 但是呢被抓住了 然后这时候呢也不知道这个跟他行淫的男人去了哪里 反而是这个女人呢是被抓到了耶稣面前 人们肯定是打他了 也给他吐了唾沫 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说 把这个女人呢 我们带到耶稣面前吧 她不是爱罪人吧 她能够救活这个行淫石被拿的妇人吗 不可能吧 她也会说要打死是吧 所以呢他们就把这女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 说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他们等的不是说耶稣说不要用石头打了 而是他们想试探 说耶稣不是善良吗 他这个时候会怎么说呢 如果她说用石头打的话 那她之前说爱罪人就不成立了 但是行淫中被拿的妇人 她也不敢说别用石头打了 哎这个挺好玩的 这可以试探耶稣啊 我们带过去问问耶稣吧 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心理来到了耶稣面前 所以这女人呢就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 他们就说夫子啊 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耶稣呢不知道听没听完这些话 他呢就弯着腰在地上画字 用指头呢在地上画字 然后后来他直起腰说什么呢 说你们中间啊 你们中间你们说要用石头打死他 那行啊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用石头先打他吧 因为耶稣呢是神的儿子 所以呢 其实跟人的智能去比的话 是没法比的 除了这句话以外 他有很多的方法去 去反驳这些人 但是呢耶稣说什么 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你们不也犯罪了吗 是这个意思 你们不也有罪吗 圣经的非常准确地在描绘着我们人的心 各位我们中间 一直以来我们犯了很多的罪 那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犯过罪的 看某个执事的话 看起来他特别绅士 应该是没有犯过罪 那个姊妹呢 看起来特别的干净 他是不是没有犯过罪啊 但不对 所有人都犯了罪啊 那问题是什么呢 都犯了罪 但是有人呢 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捷径 我不知道我说这样的人的话 有人在底下会说这样的人是我 我们看的时候呢 那个人还能犯罪吗 他看起来很洁净啊 很真实啊 有这样的人 但重要的是 在这个地球上 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耶稣的 所有人都需要去相信耶稣 这是什么意思呀 意思是我们都有罪 我们都有罪 我们看圣经前半部分的话 那这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 他们就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过来 他说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怎么办呢 他们觉得自己很干净 但这是很荒唐的 各位人们呢 是为了遮挡自己的瑕疵 所以穿着衣服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呢 都穿着衣服 不穿衣服的话 就是禽兽了 我们呢 里面有很多的罪 有很多的瑕疵 原本呢 我们是应该遭受灭亡的 但神呢 为了拯救这样的 要遭受灭亡的人类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就是派了耶稣到这个地上 然后在施洗约翰 给耶稣按手的时候 这全世界全人类的罪呢 就过到了耶稣身上 所以耶稣 约翰呢 看到耶稣 次日到他面前的时候 因为前一日 他按手在了耶稣身上 所以次日呢 约翰对耶稣说 看那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所有人都犯了罪 所以呢 耶稣背负了世人的罪 当施洗约翰 给耶稣按手的时候呢 全人类的罪呢 就过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次日呢 耶稣到 约翰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呢 他就说 看那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如果把这个事情 我们说的简单一点 就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 所以我们过的圣洁 我们是成为义人的 而是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是善良的 不是因为没有罪 所以变得圣洁善良成义 也就是说 犯罪的时候 有的人 是人与人之间有些差别 有人犯了大罪 有人犯了小罪 有些人呢 一张嘴呢 就撒谎 有些人呢 他就是说的话很老实 但是呢 其实就是在撒谎 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撒谎的人 在人类当中呢 就觉得 每个人其实都撒过谎 但是张口就撒谎的人 可能 就是看起来更严重一点 自己呢 也都是犯过罪 但是看到张口就撒谎的人 就会指责他说 这个人是经常说谎的人 怎么样的 看圣经的话 神呢 最先给了我们人类 这样的律法 给了时间命 那时间命呢 是神亲自用手指 在石板上写下来的 神呢 在圣经里面用指头呢 写过两次字 头一次呢 他是在这个石板上 写下了时间命 说你们不要去 侍奉偶像啊 你不要撒谎啊 就这个类的这样的律法 时间命 然后后来呢 因为时间命呢 人们都要遭受灭亡了 所以呢 他派遣了耶稣 然后呢 第二次是有指头 用指头在写字 第一次呢 他写的是律法 第二次写的呢 是罪得赦免 各位行音时被拿的妇人 她犯了罪 如果她没有耶稣的话 如果没有第二次的 再用指头在地上 写的字的话 那这个女人呢 只能是被石头打死 惊奇的是 神通过律法 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 然后耶稣写的第二次的 第二次在用指头写的字 是什么呢 是神的爱的法 所以 无论是谁 不知道神的爱 和恩典的话 只能是活在律法的下面 但相反的 如果各位知道 耶稣为了我们写的 第二次写的这样的字的话 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就会成为 罪得赦免的 活着的人 行音时被拿的妇人 按照第一个法律的 她只能是被打死 那在耶稣为什么 在行音时被拿的妇人面前 写这个字呢 这是为了救活这个罪人 所以写的字 我现在也想 我不知道行音时被拿的妇人 她被折磨了几个小时 肯定是有人踢她 揍她 也唾沫 唾沫在她脸上 然后骂她 说你这种人 就应该被石头打死 就这样的被折磨 然后呢 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 然后当她遇到耶稣的时候 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 夫子这妇人呢 她是行音时被拿的 那摩西呢 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说要用石头打死这样的女人 那夫子啊 你说该 我们该把她怎么办呢 这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们为了 试探耶稣 想要挑耶稣的毛病 所以呢 他们就想 如果要用石头打死的话 那你是来世上拯救我们的 你为什么还让 我们用石头打死这个罪人呢 但是你又 说不要打死的话 那这个罪人 你不惩罚 算什么呢 就想让耶稣左右为难 但是呢 这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 只有两个选择 就是用石头打呀 或者是不打 但耶稣呢 没有说这样的答案 而是回答什么呢 他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这个女人呢 只能是被石头打死的 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 她心里面的备受折磨 是停留在了绝望当中的一个女人 但耶稣呢 就写了 写了字 我们不知道他具体写了什么 但是他呢 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然后呢 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当这句话 从耶稣的口中说出 听到了 这些人们的耳朵里面的时候 一直以来 这些人呢 就觉得 是行一时被拿的妇人有罪 但他们听完这话 仔细一想 他们自己也是有罪的 所以他们觉得惭愧 就一个一个地走了 没过多久呢 就只剩下了耶稣 还有那妇人 耶稣呢 就对他说 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这个妇人呢 明明是行一时被拿的妇人 他明明是罪人 但是当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那耶稣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因为耶稣就是为了代替这个妇人的罪 而来到这个世上的 同样的 我们也是被耶稣拯救 成为了神的子女 我们抹开一切 我们抹开一切 耶稣问 说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回答说 主啊 没有 然后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这女人一看呢 想要用石头打死她的人呢 都不在了 然后只剩下耶稣 我虽然进不到这个女人的心里 但是呢 我想了想 在她心里 该有多么感谢耶稣呢 她原以为 只能是被打死 原以为耶稣也没有办法 但是呢 她觉得特别感谢 她肯定是 弯下腰 向耶稣 行礼 那她回去的时候 她会怎么想呢 哦 耶稣啊 哦 耶稣爱了我呀 从死亡当中 拯救了我呀 哦 他理解我 然后给我施下恩典啊 到他面前的话 没有人会遭受灭亡啊 这个故事呢 跟我们现在的故事是一样的 各位我们是人 所以遇到偷东西的人的话 我们就会说 啊 这个人呢 偷了东西 看到行音中被拿的夫人的话 我们就会想 啊 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啊 但耶稣看来呢 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是有罪的 那也不是说让我们随便的去犯罪 随便的去撒谎 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面生活 所以我们呢 不是说我们自己怎么多么洁净 多么可恶 有这样的问题 那行音中被拿的夫人 不是说现在没有 没有罪了 就说那个 啊 那你们 我以后就 随便的犯 犯奸淫吧 村里的男人都来吧 不会这样的 神呢 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的这样的教训呢 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耶稣的心 他看了这女人犯的罪之后呢 说我要为你的罪呢 定死在十字架上 其实呢 耶稣在说的是这样的话 这个女人回去的时候 肯定是非常感谢的 那问题是 她回家的路上也感谢 她开门的时候也感谢 关门也感谢 她躺到床上也感谢 她枕头也感谢 她睡觉打呼噜也感谢 这故事特别感谢的是 这故事呢 其实就是江南教会 弟兄姊妹的故事 可能各位会想 啊牧师你是怎么看待我的 我没有行淫过呀 我怎么是犯奸淫的一个人呢 你怎么说这是我的故事呢 可能有些人会这样想 就算我们没有行淫 没有犯奸淫 我们当中没有人是没有犯过罪的 那我们在人生当中 特别惊奇的是 那行淫中被拿的妇人呢 她回到家之后呢 肯定会过上一个新的生活 她不可能说 啊我现在行淫中被拿了 耶稣赦免我的罪了 那以后我随便 行淫也没有问题了 你们所有男人都过来吧 她不可能这样生活的 那当耶稣被定在石架上的时候 她肯定会想 哦耶稣是为了我的罪 定死在石架上了呀 她有这样的心 我们呢因为生活太忙 所以呢对于世界 对心理的世界呢 我们不深深深深深的去思考 人呢就是也是不确定的 有的时候呢 自己心情好了 遇到什么事情也不发火 那心情不好了 遇到小事也会发火 我们呢 要放下自己了不起的部分 正义的部分 自己怎么样的部分 我们要拿着耶稣的义去生活 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最为光荣 最为蒙福 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义的 没有什么东西的 我们是因为有罪 所以没有义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我是牧师 有的时候传道者们会失误 所以呢我会拉着他们 因为我是前辈嘛 所以我也是上了年纪嘛 我就责骂他们 责备他们 说你们这样 要要这样这样的去做 也给他们解释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 怎么怎么样的 说你们该这么 那可能人们就会想 我这个比较啰嗦 比较喜欢说别人 确实是这样的 我可能是喜欢去 管这些事情 那真的 我跟耶稣相伴的这个日子 是特别的蒙福的 这女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无论人们拿着石头过来 还是拿着枪过来 耶稣呢 从罪恶当中拯救了我们 让我们过上了新的生活 去国外旅行的话 我去年年底呢 去了印度 然后呢 去了世界上最大的教会 在那里聚会 那里聚集了几十万人 我呢 在比这更大的一个 场馆里面去讲话语 然后也有很多人呢 聚集在场馆外面 他们要吃午饭的时候呢 他们好像宰了两万八千头羊 是两千只羊 这年轻人比较聪明 记得清楚 说宰了两千只羊 我的那天呢 是吃了别的东西 没有吃羊肉 我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呢 就我都能理解 但是呢 就不理解你们 为什么不当牧师 我呢 不是一个很聪明 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我站到讲台上去聚会 有的城市呢 我晚上呢 在外面去这样的讲话语 在室外 然后呢 一开始是下着雨的 但当我上到讲台上的时候 雨就停了 所以特别的好 然后聚会的听众呢 有数万人在外面 他们听完这个话语之后 看到他们的变化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特别的幸福 我坐飞机去某个国家 可能有的时候会累一点 但看到神与我同在的时候呢 我特别的感谢 这次我见了一位总统 非洲的话 从 1月1日开始呢 总统呢 就会回自己的故乡 待一周的时间 他也不会见别人 我们的想见总统 所以我们的一个弟兄呢 给秘书 总统秘书呢 打了电话 我们听秘书的口吻 我们就能知道能不能见着 他要说 这个总统忙啊 怎么怎么样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再打电话了 因为打第二次的话 他就会嫌烦 这秘书长呢 说我跟总统说一下这个事情 这样的话 我们发现有这样的可能性 后来在打电话的时候呢 这秘书长呢 就说 总统允许了 所以你们可以过来了 总统呢 无论非洲哪个国家也好 都一样的 他们一般不见人 但是呢 我们当时呢 就过去见 见这个总统 我们凌晨3点呢 我们就开车过去见他 然后因为要四个小时 才能到总统在的地方 我们到了那边 我们说 要见总统的时候呢 总统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们在外面等着 然后呢 我们等着的时候呢 那边呢 准备好了午饭 让我们吃午饭 正好我们当时也特别饿 我们就吃了 吃完之后呢 总统就出来了 他是很久前 得救的一位总统 总统成为总统之后呢 他治理国家 治理得很好 这国家也是 争争日上 他说着说着突然说 那个是谁杀的 朴正熙总统 我也是笑了笑 我说世上 还是有人会这样的被杀 也有人去杀人 这个总统呢 这个总统呢 他说了 跟我们说好 要给我们一块地 然后呢 我们谈好之后呢 我们 要离开的时候呢 这个总统就让我坐这个 这个直升机回去 就是总统的御用的直升机 那我儿子呢 经常对我说 你去非洲的话 不要坐直升机 因为直升机危险 而且特别是非洲的直升机的话 比较老旧 让我不要坐 但是呢 我总统让我坐 我也没办法 我去坐了 但是这个真的就是特别平安的 也是特别舒服的 让我回来 我呢 就去 坐这个直升机 40分钟就回来了 真的特别的感谢 这就是做了 那天做了直升机的这几个人 可能不到20个人吧 我们真的就是 度过了很美好的时间 总统得救之后呢 我看他对于国家的这样的政策呢 也都是特别的好 他跟我是年龄是一样的 上次呢 在日本我见过他 然后这次去的时候呢 他也是上了年纪 特别的老 我今年是80岁呢 他比我更先老 我们在耶稣里面 他这个总统罪得赦免了 他停留在福音里面 所以我们之间是可以聊得起来的 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我说我们需要一块地 能不能给我们 他说可以 他说让这个部长呢 去找几块地 可能是后来会让我们去挑选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开心 说要给我们这块地的时候 在神面前也是特别感谢 各位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苦难 有试炼 有喜乐 有幸福 各位苦难的话 我们都想躲避 都觉得很烦恼 只想要好的 但神呢 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试炼 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苦难 真的我们不喜欢 我们成为行医师被拿的妇人 遇到一个快要被石头打死的状况 这世上呢 有很多的罪 问题是无论什么样的罪 当我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没有一样罪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耶稣呢 为了我们的罪 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我们去想的话 这是特别感谢的 我们撒谎的罪 我们行淫中被拿的罪 可恶的罪 耶稣是来背负我们的罪的 我们当中哪有没有罪的人呢 神呢 是用指头呢 在地上写了两次字 第一次呢 是时间命 因为没有法的话 就没有罪了 为了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罪 罪人 所以呢 他用手呢 写了律法 那第二次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能够拯救犯律法 而只能遭受灭亡的 罪人的这样的法律 因为我们都成为罪人了 他只能是来拯救我们 第一次的话 他写了十诫命 这个律法 然后不要去拜偶像 不要杀人 不要撒谎 写了这样的一些律法 那第二次呢 耶稣在地上写的是什么 写的就是我要来担当你的罪 也就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那行音中被拿的妇人 这个话 他听到的耶稣的话呢 我们也是听到了 圣经的话语里面说 耶稣不再定我们的罪了 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 耶稣代替我们 留下了宝血 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 我们深深地去思考的话 我们虽然 虽然现在呢 有困难 有问题 但是仍旧呢 想要为了 为我牺牲的耶稣而活 我不知道我还能够 去国外传多久的这样的话语 但是现在呢 我坐飞机呢 也都没有问题 我出去旅行啊 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的话 算是一个杂食性的动物 小时候呢 我也是经常吃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 吃东西呢 这个饮食问题呢 也不会成为问题 这飞机呢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飞机也是越来越好了 真的神呢 非常感谢的是神赐给了我非常蒙福的生活 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八章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神第一次写的字呢 是实践命 是律法 没有人完美的遵守过 那所以 神第二次写的字是什么呢 是为了拯救我们而写的字 按照第一个律法呢 这行音时中被拿的妇人呢 只能是被打死 那第二次写的字呢 是拯救了这个妇人 就是罪得赦免 这行音时被拿的妇人的故事呢 就是我们的故事 我们当中没有人 没有犯过罪 所有人都犯了罪 我们都是罪人 但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之后呢 他没有说 你们为什么犯了罪啊 你们为什么不小心呢 他没有这样说 而是 他代替我们当当的罪 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不是因为我们了不起 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 可以上天国 即是被拿的妇人呢 跟我们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是被耶稣拯救了 然后耶稣对我们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这个话语呢 是活着 活在我们心里 引领着我们的生活 所以行音时被拿的妇人 不会说 哦 耶稣不定我的罪了 那我再去犯奸淫吧 他不会的 哦 耶稣太感谢了 耶稣代替我 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拯救了我呀 那我剩下的人生 也是为了耶稣生活吧 他肯定会有着宝贵的心的 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这一点 在过去的岁月当中 我在耶稣里面呢 得到了救恩 之前呢 我因为罪 在备受折磨 但是我在读立位记 希伯来记 希伯来书的时候 我呢也是 蒙了恩典 当时我在家里面闲着 没事干 我就读圣经 读一次 两次 三次 十次 一百次 然后发现耶稣呢 洗净了我的罪 我相信了这一点 让我仔细去读的时候 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写着 罪得赦免的这样的部分 我心里面特别感谢 然后我在教会里面说我罪得赦免了 然后就开始出现了问题 说牧师说是罪人 长老说也是罪人 哪有不是罪人的人呢 我凭借耶稣的宝血 洗净了罪 怎么可能 你有你犯了那么多罪 怎么可能这么轻松的去解决掉呢 我呢当时是和尚团 每周六呢 和尚团就会练习赞美 然后我们训练练习之后呢 我就到前面做了见证 当时成为问题的是什么呢 牧师说是自己 牧师说自己是罪人 长老也说是 但我呢 居然敢说不是罪人 所以有很多人呢 就排斥我 然后后来呢 我去了宣教学校 在得救的宣教师面前呢 得到了培训 然后呢后来就开始传福音 直到现在我读了很多次的圣经 上面呢明确地写了 罪得赦免的部分 在我心里呢 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 我就想那个弟兄 他也是相信的话 他就可以得救啊 他就可以免受 永远的灭亡啊 他可以在耶稣里面蒙福啊 有很多时候呢 这个这些人呢 我给他解释 再怎么解释也是 他说我还是罪人的 是耶稣是爱了我们 但是我还是罪人的 而且以后我还会犯罪的呀 我这样去传福音真的不容易 但我开始传福音 我在金川的传福音 当时有一个叫金慧英的姊妹 她是保文长老教会长老的女儿 然后中南大学的护士系的那个社馆的宿馆的管宿舍的人呢 她得救了 然后我呢在那里开那个查金慧 然后金慧英姊妹当时在那里 然后她跟我说 她是保文长老教会长老的女儿 因为长老教会的话 长老的权势是很大的 所以她呢就说 想要请父亲呢 邀请我去那里开这个圣经步道会 然后那里的负责的牧师呢 她见到我之后呢就说 啊你好好做吧 然后呢她就出去了 就会期间她都没有回来 然后在那里呢 我就开了圣经步道会 这保文教会呢 除了几名长老以外呢 都得救了 对于我来说 那次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呢就经常的去保文教会 虽然远的我也会 赚到那里去 然后这些弟兄姊妹们明明得救了 但是过了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他们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明明他们最得赦免之后呢 是开心的 但后来发现 为什么他们变样了呢 是因为最得赦免的人 也是总听这个律法的声音的话 他们也是只能是 走向这样的律法 那我就想我在金川 我在该做什么呢 我就想我应该去培养 这个能够训练的人 训练他们的这个传道者们 神呢总是给我这样的 要开宣教学校的这样的心 我当时呢个人的去传道的话 我还是有自信的 但是呢怎么让我去 开这样的宣教学校呢 我是没有自信的 七一年的时候我们 七一年的时候 我女儿恩淑出生了 然后在她周岁的时候 我们去开了宣教学校 我们去了大丘 然后七四年的时候呢 我儿子英国出生了 然后后来呢 我们七六年的时候呢 在大丘 我们开了 宣教学校 在大丘的波动 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教会 我跟弟兄姊妹们说 我要开宣教学校 他们很吃惊 说宣教学校是什么 就是培养传道者的地方 说在哪啊 就在这个礼拜堂 他们在哪睡啊 在礼拜堂啊 那在哪吃啊 就在礼拜堂 吃什么呀 吃饭啊 牧师啊 你都吃不上饭 当然我当时也是经常挨饿 但是呢 还是聚集了这样的宣教学生 然后呢 在那里开始传福音 有意思的是 那里那个小区呢 有一个汽车公司老板的秘书 然后呢 这个秘书是一个姊妹 她呢得救了 然后有一天呢 进了宣教学校 有一天呢 这个出去传道的时间里面 别人都出去了 这个姊妹呢 她不出去 她说 然后对我说呢 说她知道 这个说那个小区的人呢 都知道她以前是 家里的保姆 是老板家的保姆 所以她出去的话 怕别人瞧不起她 所以她不敢出去 后来我给她讲话语的时候呢 她渐渐的 她的眼睛不一样了 眼光就不一样了 然后她出去传福音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她兴高采烈的 开始经历了这样的 有人得救的这样的 做工 她呢特别能传福音 所以呢 釜山教会呢 都邀请我派她过去 她去了釜山 那个时候 釜山教会 当时我们的情况特别的难 但是呢 还给她买了一个外套 然后呢 穿着很好的这样的外衣呢 出去让她出去穿福音 她穿得特别的好 后来这个姊妹呢 就不见了 然后发现她见到一个 哪个喜欢的人 然后出去了 最近呢 我也是 也能 见到她 他们有三个孩子 然后她就在那里就 养着孩子 我呢就对她说 你呢 不要光看着孩子了 你来首尔 一起传福音吧 那我心里想 她要是一辈子都传了福音的话 其实呢 真的是可以让很多人得救的 但是呢 世上还是有这样的诱惑 真的有些人呢 她身上有很多的 世上的气息 但是来到教会的话 她也是可以去传福音的 有耶稣爱我们的这样的大爱 各位不要想着自己的 要怎么样赚钱 自己怎么样可以做好 各位按照相信耶稣的心 去向前迈步的话 各位比起自己的计划呢 好千倍万倍的这样的未来 在等着你们 耶稣为你们的话 还不如你们自己为自己计划的吗 难道耶稣喂不保你们吗 让你们吃不上饭吗 不可能的 我们为福音生活 为了主而生活 我去国外的话 有很多的总统得救了 这些总统呢 见到我就特别的高兴 什么肯尼亚的总统啊 马拉威的总统啊 他们见到我就特别的感动 去年 去年夏天的时候 我去了非洲 当时呢 我们坐了这个专机去 肯尼亚的金讯教室呢 在那里 在那里见这个礼拜堂 所以呢 我对专机的机长说 我们能不能去趟这个肯尼亚 他说可以 然后去了 然后在那里呢 也见到了肯尼亚的总统 这肯尼亚总统呢 以前是牧师 我去了那里之后 因为我们以前见过嘛 他也是特别高兴 我们就一起这样的聊天 然后肯尼亚的总统 我们见完之后 回来之后就发现 其实总统夫人 也是在等着我的 我以为他们夫妻两人 一起见就好了 但是他还在等着我 我不知道我就回来了 这些总统呢 他们得救之后 特别神奇的是 看到他们为主的 这样的心的话 我们心里面也是觉得 特别可贵 这总统呢 他特别的感动 也觉得特别的高兴 然后总统夫人呢 当时也是在等着 所以我没见到之后呢 说比较 他觉得比较惋惜嘛 下次可能要去见一见 各位 各位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所成就的生活 假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 学什么 要学什么 学什么专业 要选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有这样的计划 但有的时候呢 有耶稣为了我们准备的计划 那这行运是被拿的妇人 耶稣对他说什么呢 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说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耶稣已经给他 做好了准备 说不要让他犯罪 他心里面肯定会有 想犯奸淫的心 耶稣说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这样的话 能行吗 神肯定会引领我 让我不犯罪的 这样的话 耶稣就会主管他的整个生活 在各位的生活当中 我自己努力 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要准确地知道 耶稣的旨意是什么 耶稣在地上写字 他不是说我 我写字怎么样 怎么多好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而是耶稣呢 想要给这个女人新的生活 是给了这个女人之前 未曾想想象过的 完全崭新的生活 这个女人回去的时候 耶稣啊 真的感谢 如果不是您的话 我肯定是会被石头打死 满身肯定都是血 真的只能是被石头 被石头淹没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本来呢 是一个被要被石头打死的人 但耶稣呢 救了我呀 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然后这个女人回去的时候呢 他被石头绊了一下 或者是他的鞋子破了 他能生气吗 他肯定不会的 他肯定很高兴 很开心 我们别的不说 我们的罪 我们也都犯了罪 跟行音时被拿的妇人是一样的 那耶稣对这个妇人说的话 其实就是耶稣对我们说的话 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准备了新的生活 我们心里面想 我要去做买卖 做生意 我要去赚钱 各位心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想法 各位要记起耶稣所说的话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在各位的人生当中 耶稣会一点一点的去这样的做 各位 我这个生活是特别美好的 我是一个不足的人 但神给我失下了很大的恩典 使我的生活非常的美满 耶稣呢 没有只是从文士和法利赛人那里 拯救了这个女人 而是告诉她 她的罪也是没有了 要说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 给了她一个新的生活 耶稣呢 让这个女人拥有了一切的条件 让她能够 不再犯罪了 耶稣拯救了她 各位也是一样的 虽然各位没有行淫 但是呢 神也是赦免了你们的罪 然后呢 给你们准备了崭新的生活 我要以后赚钱 要养好孩子 怎么怎么样的 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而是说 你们要想着耶稣对你们的计划 耶稣会拿着她的心 来帮助各位 我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呢 没有钱 有很多时候也是挨饿 但在生活当中 主给我打开了道路 有很多时候呢 主给我粮食 我就想哦 这是主给的呀 我昨天去金川 我们以前在金川的时候呢 肚子饿 然后我们呢 当时呢 去了这个孤儿院 我 我妻子呢 她怀着孕 然后我们去找了孤儿院院长 给她讲了福音 然后说 能不能给我机会 给这些孤儿呢 传一周的话语呢 这样的话 我会一点一点地教导他们 这样的福音的部分 这院长呢 他看了我好久 他说可以 然后我妻子呢 就给他们讲 这唱 给他们讲这个 教他们唱赞美 然后我也给他们传福音 然后那天中午的话 这院长呢 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然后我们吃得很香 然后到了晚上呢 又给我们准备晚饭 然后我给他们传福音 传到很久 很晚 然后就回来 我记得呢 就走路 走得不快 我走了好半天 一回头 她还在后面 有一次呢 我们在金川呢 有这样的圣诞主题音乐会 他说他是 某某那孤儿院的院长 然后我一听呢 我就提了之前的院长的名字 他就说 哦 那是我父亲 然后我们在金川的一个烤肉店呢 一起吃饭 然后一起聊 特别的开心 我们在耶稣里面的生活呢 是特别蒙福的 各位不是各位自己的生活 各位在生活当中呢 也是看一看 腾出一点时间去传福音啊 去看话语啊 看圣经啊 这样的话 主呢就会给我们打开道路 让我们从这个惧怕当中 在黑暗当中 走向这样的光明 走向明亮 现在的全世界范围内 有很多地方让我去 一年十二个月 我都不够用 这次呢 巴西的话 巴西最大的 天主教的教堂的神父呢 就曾经去年邀请过我们 说让我们去 说格拉西亚斯合唱团 给三十分钟的演出时间 然后给我二十分钟 传话语的时间 我想那个在讲台上 我能讲二十分钟 但我下来的话 我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我就下来 跟神父呢 去在那里聊 回来之后呢 神父可能就是跟这个 教皇厅呢 去做了报告 说见了这个基督教的牧师 然后后来这神父呢 就说二月份 想再次邀请我过去 他会聚集更多的神父在那里 我也是特别感谢 想要给他们传福音 因为神活在我们里面 所以不仅是要给这些总统啊 部长啊这样的高级领导 去传福音 也要给更多的人去传福音 我这样传完福音之后 晚上睡觉之前呢 我心里面就特别的 心灵特别饱满 各位为了 福音生活的话 真的就是蒙福的 是光荣的 我还想讲一个事情 各位传福音 传的不怎么好 但是有人得救了 那你们一生当中都是难忘的 哦 我转福音有人得救了呀 各位就会觉得幸福 我呢在张巴黎的时候呢 那里大概有离这个室内呢 有巴黎地 当时我遇到两个青年 我就跟他们讲了信仰 他们说上国教会 他们说他们也是上国教会 那身在列弟兄 那这两个人呢 他们呢都那天得救了 他们在西装 西装店里面打杂 就是 他们晚上很晚结束 但是我就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回家 你们来教会 然后我们就开始查经会 晚上十点十一点 所以想到这些的时候 我特别感谢 通过各位呢 有人得救的话 各位呢 心里肯定会很高兴 各位也是为了一些灵魂祷告吧 然后见到他们的时候 也给他们讲讲圣经话语 如果有人通过各位 罪得赦免的话 这是一个 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喜乐 跟开奔驰是没法比的 跟其他的华丽的事情 都是没法比较的 都是特别喜乐的 各位呢 就会成为为了他 为了得救的人 祷告的这样的人 我一开始也是 孙悦训姊妹得救的时候 我祷告的百分之五六十 都是为了孙悦训姊妹祷告的 他也是生活特别的美好 然后呢 前不久他去世了 我跟他儿子说 你为什么不 没有告诉我呀 他说我当时在国外 我看的时候 他也是快一百岁了 然后去世的 我们也是在新年试试看吧 虽然我们不太擅长 但是我们出去也讲讲 耶稣的故事吧 也呼唤一下 耶稣的名字 说耶稣对我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耶稣对于对我 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们这样去说吧 然后有一两个人 通过各位得救的话 各位心里面就会非常的感动 行音中被拿的妇人呢 她 被救活之后呢 她心里面该有多么感谢呢 希望各位呢 也会成为一个 能够传福音的宝贵的仆人 谢谢